家人们晚上好 晚上好 家人们吃饭了吗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星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家人们晚上好 今天好看吗 今天这个造型好看吗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吃晚饭了没有 家人们吃晚饭了吗 今天好漂亮呀 真的假的 这些漂亮吧 欢迎欢迎 下边怎么摸上 啊 怎么摸上 好看极了是吧 嘿嘿 怎么摸上 抓死你怎么打烤 你怎么打烤 哈喽 美美的 今天家人们都吃了什么 我还没吃 正在锅里面炖着呢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正在锅里面炖着呢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我今天有点咸 因为我家今天生小猪仔子了 然后我就在家熟着 熟着小猪仔子 熟着小猪仔子 熟着小猪仔子生宝宝 然后我今天就没有去干活 所以我今天就 化妆妆了 晚上好 晚上好 各位姐姐叔叔阿姨们晚上好 没有没有 有有 还有一个我妹妹 我妹妹也在这里 还有一个我的妹妹在这里 今天我们好多人呢 好多人 生了多少只 生了 八九只吧 八九只 你冷不冷 冷 我在烤火 家人们我在烤火 家人们晚上好 各位姐叔叔阿姨们晚上好 晚上好 集合好美啊 真的假的 我穿着我们的民族服饰 好不好看 穿着我们的民族衣服 好不好看 咚咚咚咚咚 长亭外 古道边 放草碧脸天 今天叶总和吉林去海南了 哦真假的 他们怎么那么快 你的帽子好特别 这个帽子 哥姐叔叔阿姨们 这个帽子是我在东北 不是我在山东 安装那个太阳能的时候 戴的 我有两个 一个黑色 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颜色 一个黑色 一个这样子的颜色 我这个衣服啊 我这个衣服是买的 我这个衣服是我自己买的 没人给我做呀 没人给我做 我这个衣服是我自己买的 那时候 那时候我还不会做 现在的话我会做了 我正准备就是 绣一件 就是这样的衣子衣服 给我爸爸穿了 我就是准备绣一件 这样的衣子衣服 给我爸爸穿了 哥姐叔叔阿姨们 绣一件这样子的衣服 这个衣服吗 这个衣服 我当时买的时候 好像是花了 一个 一个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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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衣服是我当时自己买的 因为没人给我做 但是现在我会自己弄这个衣服了 我会自己做这个衣服了 各位姐姐叔叔爱门 哎呀这个腊肉真的是浮了 这些腊肉已经浮了 腊排骨 香肠 这个车子 各位姐姐叔叔爱门 晚上好 你们看我们家的腊肉好多 这些腊肉都被 这些火弄的 不是这些火弄的都在滴油了 各位姐叔叔爱门 我这个衣服是我自己买的 不是就是别人给 是别人做了我花钱买的 各位姐叔叔爱门 别人做了我花钱买的 对 怎么这么门上去 我是对的 他们自己的 欢迎欢迎 扎了小辫子变成少女了是吗 真的假的 扎了小辫子变成少女是吗 其实我本来就是少女 我本来就是个小女孩 只不过是年纪大一点 我本来就是个小女孩 叫你奶奶给你做一下 这位姐姐 我没有奶奶了 我的奶奶也走了 好卡呀 还卡吗 综合卡 卡不住了 家人们现在还卡吗 还卡不卡呀 卡吗 哥哥姐叔叔爱门 不卡 不卡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星期直播间的哥哥姐叔叔爱门 家人们吃晚饭了没有 不卡 你们那里今天出太阳吗 你为的很不困扰啊 不卡 你们那里今天出太阳吗 嗯 不用刷礼物哦 不用刷礼物 今年的外婆是我奶奶呀 但是呃 年纪都那么大了 她怎么可能会做衣服吗 怎么可能能做的了衣服 都变成老眼昏花了 家人们 都变成老眼昏花了 做不了衣服了 他有可能那个针都穿不进去了 针都穿不进去了 我们这里今天也是大太阳 哥哥姐叔叔爱门 我们这里今天也是大太阳 好大好大的太阳 你不怕辣肉低 不怕呀不怕 他们不会低的 他们的话 我已经把这个火给推到那边去了 烤不到的话他们就不低了 我妈妈呢 我妈妈在我小时候就去世了啊 我妈妈在我小时候就去世了 我妈妈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直播跟家人聊天呀 直播跟家人聊天呀 花花我好喜欢你 我也有一个女儿 我感觉女儿很贴心 是的是的 女儿是小棉袄 儿子是 呃 皮夹克 女儿是小棉袄 儿子是皮夹克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对 我的亲奶奶已经去世了 姐姐们啊 我的亲奶奶已经去世了 哈哈 菊花很漂亮 谢谢谢谢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新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没给花花点关注的 左上角点点关注 然后点点小爱心 哎 那个呃 今年的外婆就是 也是我的奶奶 但她不是我最亲最亲的奶奶啊 我最亲最亲的奶奶去世了 在我读四年级到 还是五年级的时候就去世了 嗯 我的妈妈的话呢 在我小学 不是在我五岁的时候就离开了 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所以呢 我的话 基本上是我奶奶带大的 但是我的奶奶呢 在我呃 上五年级 四到五年级的时候就去世了 然后我就是一直生活在我的叔叔家那些 欢迎欢迎欢迎 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没给花花点关注的 左上角点点关注 舅舅是什么 舅舅就是舅舅呀 舅舅的话算 呃 按备份的话他是我叔叔呀 即年的舅舅按备份的话他是我叔叔呀 家人们不用刷礼物不用刷礼物 陪花花聊聊天就好了呀 不用刷礼物 不用刷礼物 是哥哥 我们这个遗族的话 他家族的 他家族的关系是 就是那种这样子的 他有时候不是一家人 但是他稍微有点血缘关系 我们都会把它称呼为一家人 这样子的 我们家族是很庞大很庞大的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我们的家族是很庞大很庞大的 比如说 呃 我的爸爸的兄弟的兄弟的 呃 我爸 我爷爷的兄弟的兄弟的那一辈 我们都会就是很轻很轻 我们都是一家人这样子的 知道了吗 就刷 大家一起刷 别刷别刷 不要刷礼物 不要刷礼物 各位姐姐叔叔阿姨们 集联去三亚了 他们什么时候去的 今天去的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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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家人们喜欢花花 我爸爸呢 我爸爸呢 我爸爸出去打工了 我爸爸出去打工了 爸爸出去打工了 现在家里的话呢 有我的后妈 就是有我的小妈 今天下午就走了呀 哎呀 我都还没有 过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 小胡说的 干嘛不去外面打工 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呀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几花很漂亮 谢谢谢谢 你们是不是在骗我 啊 家人们是不是在骗我 其实我一点都不漂亮 对不对 其实我一点都不漂亮 对不对 其实我一点都不漂亮 家人们 你们在骗我吗 记者只能公司上班的 什么意思啊 欢迎欢迎 欢迎星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家人们 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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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在这里跟你们说 晚上好了 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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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家 我在家 我今天还是在叔叔家 今天还是在叔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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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要看腊肉吗 你看腊肉 腊排骨 什么都有 腊肠 应有尽有 应有尽有 喜欢你好漂亮的 真的假的 自从就是有了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支持 喜欢之后 在花花的心里面又多了一份温暖 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母爱 什么是母爱 今晚上 做了呀 现在锅里面炖着排骨呢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现在我的这个锅里面炖着排骨呢 你们想不想看看这个排骨啊 想不想看看这个排骨 锅里面现在炖着排骨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买点腊肉可以吗 家人们想要腊肉吗 家人们想要腊肉的QQ1 我看看有多少家人想要 家人们想要腊肉吗 干女儿太漂亮 谢谢 谢谢 哥姐叔叔阿姨们 想要腊肉的QQ1 今天有腊肉哦 小妈是后妈吗 对 小妈是后妈 没给花花点关注的 左上角点点关注 然后点点小爱心哦 头没有碰到腊肉 是这个帽子的原因 没有碰到腊肉 谢谢谢谢 欢迎欢迎欢迎 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花花真漂亮 谢谢 亲妈去哪儿了 这个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我不想再说了 小妈对你好吗 对我好 对我很好很好 我的小妈对我很好很好的 哥哥出去打工了 哥哥出去打工了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没给花花点关注的 左上角点点点关注 然后点点小爱心 热非 茶个手 今天家长们想不想看腊肉 来 你家长们que我看一下 你们那么多人都在扑擦肉 pääsee 家长们看到了吗 aquele肩膀后腿肉 妈呀这个水 油在摁 肩膀位 гарers見了没有 腊肉正宗的后腿肉 看到了吗想不想要 你看只有真正的土豬肉才会有这种颜色 这个就是瘦点的腊肉好瘦的 你看这下面这一层都是那个精华 看这样呢 想不想吃好吃的可可想吃 流口水了是吗 那么多人想吃是吗 那我就简单的给这个家人们介绍一下这款腊肉 然后再考虑给家人们要不要给家人们上车好不好 家人们 这款腊肉呢 它是来自我们马边高山土猪老腊肉啊 它采用的是精品后腿肉 一个猪后腿肉只有20多斤啊 只有20多斤 然后呢它采用的是这种高山土猪肉制作的啊 高山土猪肉制作的啊 这种的这种肉的话呢 它就是属于那种吃不了肥的 或者吃不了那种肥的五花肉的 就建议去拍这个啊 这个肉的话 它在市场上的话 一个精品的后腿 就是一个精品后腿肉 一斤投出来做腊肉 只能出五年哦 只能出一斤 所以哥姐叔叔艾门 它是人工抹炎加自然炼干 然后再进行的百树质量腌虚加高炕火柴 而且呢 这个腊肉的话呢 它是来自我们马边高山土猪老腊肉 高山土猪肉制作的 那个猪生长周期呢 它在一年 然后体重都长不到一两百斤这样子的 然后它喂的是玉米粮食 瓜果蔬菜 所以营养均衡 每次我们还要把它放到山上里面去喂养 所以呢这个猪的猪肉的吃起来特别特别香 新鲜的一斤土猪肉 在我们的这里市场买的话 一斤要这个一斤要就是二十多块钱一斤了 二十多块钱一斤 然后呢 它的成本呢 就已经在四十了 哥姐叔叔艾门 成本在四十了哦 四十 然后加十块钱的快递费 加真空 加人工 加包装 所以这个腊肉啊 真的是 这个非腊肉太多太多了 所以家人们 你们就是想不想要 想要的抠个一 我尽量给每个家人们想要的就是 给他备注一下 尽量人手一单啊 哥哥姐叔叔艾门 我看看有多少人想要 来哥哥姐叔叔艾门想要的抠个一吧 来自马边的高山土猪老腊肉啊 家人们晚上好 晚上好 这个腊肉的话呢 他适合就是那种 呃吃不了肥的 吃不了五花肉那种 吃不了肥的那种人 来 我属于呃 那么多人抠一啊 那好 今天 就是直播间的哥哥姐姐 也叔叔艾门也等了这么久了啊 那我就呃 像这样子的腊肉的话 在外面的腊肉特色市场 一斤要卖九十九到八十九 这样子的 对不对 但是在我的直播间 今天不要加人们九十九 更不要加人们七十九 来六十加五块钱的包装费 来六十五一斤 上车 家人们拼好手速啊 这个腊肉 它真的不多 这个后腿肉它一点都不肥的啊 下方小黄车已经上车了 哥哥姐叔叔艾门 下方小黄车已经上车了 看腊肉 这个是精品后腿肉啊 就是适合那种 呃 吃不了肥的哥哥姐姐叔叔艾门的 就拍这个啊 吃不了肥的哥哥姐姐叔叔艾门的 就拍这个 看看 看到了没有 这样子的啊 就是你们呃 现在它备注的是五花肉 但是家人们拍的 但是家人们拍的 就现在这链接里面拍的就是后腿肉 现在这个链接里面拍的就是后腿肉 这个是来自我们马边的高山土猪肉制作的后腿肉啊 一个猪身上只有就是二十多斤后腿肉知道了吗 所以一斤精品后腿肉投出来只能出五两哦 在我们这边的话呢 后腿肉一斤 新鲜后腿肉的话 一斤的话好像要 嗯 二十多块钱 因为是土猪肉比较贵 现在趁你们不是快过就是汉族年了吗 哥哥姐叔叔艾门 你们就是 可以就是 多拍几单 拍一单送给亲戚朋友 拍一单 就是送给领导 送给同事 拍几单放在自己的家里面 然后 过年的时候 嗯 过年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像花花这样子切好 然后摆在 摆放在 就是摆放在就是你们的 呃 大年三十的餐桌上 摆放在就是你们的大年三十的餐桌上 然后妈呀 香死了 那放眼影看 别说了 绝绝子 我跟你们讲 看到了没呀 这个肉的话不肥 你上次拍的五花肉可能肥一点啊 这个的话但是 这个的话它是精品后腿肉 这个的话是精品后腿肉啊 不肥的 家人们拼好手速啊 拼好手速 没有多少 没有多少 这个腊肉的话我只 就是只剩一次最后一 只剩一次啊 这个是后腿肉 这个腊肉怎么吃呢 家人们这个腊肉的话 你不用费太多的时间去整理它 你不用费太多的时间去整理它啊 你不用费太多的时间去整理它啊 然后就是说 嗯把它清水煮了一下 然后切片 或者是炒竹笋啊 炒干辣椒 炒青椒啊 都可以的 你想炒什么都可以的啊 看 这个肉的话真的 那么 都是瘦肉 只有下面一点点是肥肉 嗯 嗯 太好吃了 哥姐吃饭 真的太好吃了 苦苦苦儿 最后几张啊 哥哥说帅吗 最后几张啊 越嚼越嚼 看上 真的越嚼越嚼 什么呢 拍了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呢 72小时之内给家人们发货啊 72小时之内给家人们发货哦 72小时之内给家人们发货啊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现在不是快过年了吗 我都只喜欢吃这肥的 市面上那种二三十块钱一斤的腊肉 家人们你们要谨慎一点啊 不要拍那种 那种的话一斤 虽然便宜 但是它这部分采用的都是冻肉 什么是冻肉呢 就是杀了猪之后 放在冻库里面 很久很久的那种做成的这种腊肉 而且自称卖的好一点的 采用的就是饲料肉 什么是饲料肉呢 哥姐叔叔阿姨们 饲料肉就是那种 喂的一整天都放在猪群里面 用饲料吹的不到一两个月 那些猪就长成了一两百斤 两三百斤这样子 因为他们都是走商业化的 知道了吗 所以家人们 想吃腊肉就认着我手里的这款高山土猪 来自我们马鞭的高山土猪肉 高山土猪肉啊 这个腊肉怎么吃呢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这个腊肉的话清水煮切片 炒下火锅 做粽子 包粽子 或者是做包仔饭都可以啊 你们看 晶莹剔透 晶莹剔透啊 家呀妈呀 你们看 看到了吗 这个肉 有人说这个腊肉为什么这么红 这个是高山正宗的高山土猪肉的 才会有这个颜色啊 才会有这个颜色 看到了没有 香肠有没有 香肠有的呀 没有啊 哥姐叔叔阿姨们 没有啦 没有啦 精品五花后腿没有啦 后腿肉没有啦 没有抢到的就没有啦 哥姐叔叔阿姨们 没有抢到的就没有啦 阿姨姐叔阿姨们 这是几个盖子 我超过 你几个盖子 没有抢到的就没有啦 阿姨姐叔阿姨们 家人们晚上好 晚上好 刚刚拍了我家 就是我家后腿肉的 拍了花花是家里的后腿肉的 有拍了多少 拍了的扣个椅子 我看看有多少人拍了 我看看有多少人拍了 欢迎欢迎 欢迎新机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现在都赶谁晚上直播吗 哦对 白天太忙了 白天太忙了 哦 那么多人拍了 没拍到 没拍到就没有了 嗯 牙齿风里卡了一块腊肉 哥姐叔叔阿姨们 牙齿风里卡了一块腊肉 五花肉也非常好吃的 这对 就是能吃稍微 吃点那种 能吃肥一点的 哥姐叔叔阿姨们的话 五花肉我也觉得好吃 后腿肉的话 就适合那种 吃不了肥的 偏瘦 吃不了肥的那种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就吃后腿肉 知道了吗 我做这么丝没掉 嗯 可以 油果吃饭 吃饭 嗯 吃什么 你哥 吃别过的 什么时候有 你说的是五花肉 还是后腿肉啊 姐姐 哇 我的 我的汤都好了 我们 你们想不想看看 我煮了什么汤呀 哥姐叔叔阿姨们 想不想看 我煮了什么汤 想不想看看 我煮了什么汤 妈妈你哥 你看 想不想看看 我煮了什么汤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这个汤绝对惊艳到你们 不开玩笑 哇塞 想不想看 上次买了两档母花肉 很好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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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想看 我煮的什么汤吗 你们不看的话 你们会 你们会 就是遗憾的 真的 想不想看看 我煮的汤 想看是吧 愁愁 跑的 那就愁愁 来家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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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排骨家人们都吃过吧 排骨 但是 排骨汤家人们也吃过 但是家人们 有点烫 你们有没有吃过 腊排骨汤 你们有没有吃过腊排骨汤 你们有吃过腊排骨汤吗 你们有吃过腊排骨汤吗 哎呦 这个烫死人了 这个烫死人了 拿个 呃 拿个碗 我给家人们盛一下看看 要吃什么 哇 绝了 真正的 辣排骨汤 加了点玉米 胡萝卜 妈呀 香死了 哥哥姐姐说说 哎呀 香死了 哇 哇 嘶 用腊肉做的排骨汤 家人们有没有喝过 看 没有吗 今天我请家人们喝啊 不知道你们喝不喝得到 反正我是喝到了 你们能不能喝得到 反正我是喝到 你们看 家人们 热气腾腾的 辣排骨汤啊 新鲜排骨汤 家人们都吃过吧 但是 辣排骨汤 家人们肯定没有吃过 这个汤的话 它是用排骨做的 辣排骨做的汤 绝了 真的绝了 哥姐说说 哎呀 真的绝了 这个汤真的绝了 我先不跟你们说了 我先自己吃一下 这个玉米也好好吃 带点辣肉的味道 好吃好吃 哈拉子都留下来了 自从吃过这个 辣排骨汤之后 我都不想吃那种 新鲜排骨汤了 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 知道吗 各位就是这样 它这里有一种 独特的香味 看 独特的肉香味 看 而且这些排骨的话 它还带点点脆果 嗯 嗯 嗯 汤就没有 别提了 家人们 汤到手了 嗯 汤到手了 家人们 欢迎欢迎 欢迎新鲜直播间的 哥哥姐姐叔叔 阿姨们 不用 吹吹就好了 有人在问这个排骨汤 怎么做 你们想不想喝吗 嗯 想不想要 想要的话 我就给 直接给家人们 上点排骨吧 咱直接一点 不要拐弯摸脚了 想要是吗 好 那我还是老规矩啊 先简单给这个 排骨给家人们 介绍一下啊 这个手被烫到了 排骨呢 是来自我们马鞭高山土猪肉的排骨 一个猪身上呢 只有两排排骨 对不对 然后这个 我们采用的都是精品 精品的软鞭骨制作的这种辣排骨啊 一斤新鲜的辣排骨 在市面上一斤要卖多少钱 65对不对 不是 35块钱一斤 而且它还是那种飼料猪肉的排骨 飼料猪肉的猪排骨 是不是 但是呢 在我 现在在我直播间 这个辣排骨的话呢 它是 呃 喂的是玉米 真正的土猪肉做的排骨 而且的话呢 都是人工抹盐 加自然酿肝 而且这些排骨 采用的都是精品软鞭骨啊 哥哥姐说是爱门 采用的是精品软鞭骨 一斤新鲜排骨 投出来 做排骨只能出 4到4.5两 都五两都不到 两斤投出来 都一斤不到 所以哥哥姐说是爱门 它的成本的话呢 就已经在 成本的话 就已经在70了 一斤新鲜排骨要35 对不对 成本在70了 而且我们采用的排骨 都是软鞭骨 下面的那一层硬骨 我们都已经给它去掉了 下面的那一层硬骨 我们都已经给它去掉了 所以 这个排骨的成本价在 70 70加10块钱的快递费 加人工 加包装 加真空 排骨怎么吃呢 排骨 加真空 加包装 像这样子的 就是精品排骨 在外面的 它腊肉特色市场 一斤排骨要卖多少钱呢 一斤排骨要卖 189 89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今天 在花花的直播间 哥哥姐姐 叔叔爱门 都一直在说 口着说想吃想吃 上排骨啊 上排骨怎么样的 那好 今天 99不要 89也不要 来 80 加5块钱的包装费 哥姐姐叔叔爱门 准备好手速 来 5 4 3 2 1 下方小黄车 腊排骨已经上车了啊 下方小黄车 腊排骨已经上车了 哥哥姐叔叔爱门 快去拍吧 排骨怎么做呢 排骨像花花这样子炖汤 加点胡萝卜 加点 玉米 这样子的 新鲜排骨 做的辣排骨 它比那种新鲜的排骨还要好喝 哥哥姐叔叔爱门 因为它是纯纯的土猪肉做的 知道了吗 纯纯的土猪肉做的 而且的话呢 嗯 而且的话呢 哥哥姐叔叔爱门 你还可以就是拿来煮了之后这样子 手拿着排骨这样子啃 它采用的都是精品软鞭骨 精品软鞭骨 哥哥姐叔叔爱门 精品软鞭骨 它每个排骨 它都是带着有脆骨的 脆骨是可以吃的 哥哥姐叔叔爱门 看到了没有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看脆骨 脆骨是可以吃的 下方小黄车 排骨的数量不多 好像只有十几单 最多也就十几单 现在直播间有五百个人 可能一人一单是不够的 所以家人们快去抢吧 抢到就是赚到了 太好吃了 这个排骨是真的好吃 我不骗你们 这个排骨是真的好吃 这个排骨来自我们马边高山土猪排骨 哥姐叔叔爱门 排骨拍回家之后 洗啊 不是熟的啊 是洗了这样子的 一斤这么多 一斤这么多啊 你看一斤好多呀 这么大一排 一斤有这么大一排啊 哥哥姐叔叔爱门 一斤有这么大一排哦 看到没有 一斤有这么大一排啊 一斤的话呢 可以 就是用来做两炖了 可以做三炖汤啊 排骨不辣 它 辣排骨的意思就是辣肉的辣 辣肉的辣 它这个不是辣椒辣 排骨是自己家做的啊 排骨是自己家做的啊 各位姐叔叔叔没 可以 他放心大胆去拍 它不是冻肉 更不是飼料猪肉 它是正宗的土猪肉啊 正宗的土猪肉做的排骨 正宗的土猪肉做的排骨啊 粮食猪 土猪肉粮食猪 它 它不是飼料猪 也不是冻肉 市面上呢 有可能有这种辣排骨 但是它大部分采用的都是冻肉 或者是飼料猪肉 吃的时候家人们可能就是感觉不到这个 肉的 不好 但是久而久之家人们会 伤害到家人们的身体 知道了吗 所以你们喜欢吃辣肉的 喜欢吃辣排骨的 就来画画的直播间里面拍 你看 它虽然是辣排骨 你看 辣肉 你看这个汤炖出来多雪白呀 看到没有 多体念啊 看到了吗 各位姐叔叔叔 八十五一斤啊 八十五一斤 新鲜排骨 新鲜排骨在我们这边 一斤要卖三十五块钱一斤呢 不知道你们那边要卖多少 新鲜排骨一斤要卖三十五 然后 这种精品 而且我们采用的都是精品软煸果 像这样子的精品软煸果 在外面的辣肉特色市场上 一斤要卖一百八十九 八十九这样子 知道了吗 所以它的成本一斤精品软煸果 投出来做 做那种排骨 辣排骨 只能出四到五两哦 哥哥姐说出来吗 只能出四到五两 两斤精品软煸果 带着软煸果的那种排骨 做辣肉只能出一斤 有的都不到出一斤 所以这个排骨的损 做辣排骨的这个损后 特别特别大 哥哥姐说出来 特别特别大 所以它的成本的话 就已经在七十了 成本七十 加十块钱的快递费 加真空 加人工 加包装 对不对 所以呢 今天的话呢 在这个直播间 我不要加什么九十九 更不要加什么八十九了 八十五一斤给你们上了 已经上了 下班小活车 最后两三档 最后两三档 你看 一斤的话 动手是这么多 哥姐叔叔爱们 一斤的话 动手是这么多 而且的话呢 它都是真空包装啊 就算你多拍几单 放过家里面去 放冰箱里面 想吃的时候再拿出来 也吃可以的 因为它都是真空的 不要害怕 就是你多拍了什么样的 就不用害怕它多 或者是它少了 它坏的原因 不用害怕它 会不会坏掉 这个 最后几单 最后几单 哥姐叔叔爱们 烂排骨最后几单 排骨汤怎么做 我教加什么啊 排骨汤怎么做 排骨切好 然后切成你想要的那种块块 然后放水里面 水里面抽水 抽水煮个 煮个水开之后煮个十分钟 再把排骨拿出来 然后洗净 排骨洗净 然后放在 再重新回锅里面 然后再加点清水 然后煮 水开之后就 再放这些配菜 就像花花这样子的了 看到了吗 你看这个汤 对出来多雪白呀 比新鲜排骨还要雪白 而且比新鲜排骨还要味道好啊 哥姐叔叔爱们 最后两单 哥姐叔叔爱们 最后两单排骨啊 辣排骨做的排骨汤啊 你们看家人们 真的太好喝了 绝死了 还有点甜 可能是这个玉米的原因 冬天 而且这个排骨的话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 老人小孩 孕妇都可以吃啊 冬天来下这么一壶 一碗热乎乎的排骨 暖心暖胃 暖家庭 对不对 暖心暖胃 暖家庭啊 你们可以拍一单 回去试试看 因为的话呢 这个排骨你们看 这上面这一层的话 都是全部都是肉 而且里面带着都是 精品转编 软编啊 就是脆骨 下面的那层硬骨 我们都会给它去掉了的啊 哥姐叔叔爱门 香喷喷 没有了 没有了 哥姐叔叔爱门 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看到 就没有了 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我们今天晚上 还要再炒一个菜 腊肉炒足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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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下点三碗饭 腊肉炒足笋 哥姐叔叔爱 腊肉炒足笋 我能下点三碗饭的 我能下点三碗饭的